你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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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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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笑的 下面是今天的最后一局 可以 我认为你拍什么 好 苏文嘉确实好 身份排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解说打脸 解说打脸点四郎时刻 好吗 我先来 一会我们挨个来 我们这次好好看看 我觉得外哥可能这排是个狼 然后六号小熊这把应该是个好人 这两个人 我觉得饮料可能不吃身份 是一张平民 我觉得大飞老师也像个平民 不太像他拿女巫的状态 他拿女巫状态其实挺明显的 就他会一直看 但是我看他表现挺轻松的 应该是个平民 应该不挂身份 我觉得 主要是刚七九老师前面都挡住了 好多人都看不到 我觉得刘晓松可能跟Y哥晚上要夜里见面了 我觉得他们是双狼 对 我觉得可能是双狼 因为小松如果是好人 他如果是狼 他就会特别敏感 一直盯着旁边人看 但他刚刚好像对右半边不太关心 就左半边Y哥那边不太关心 好 又到乱鸣老师 点狼的时间了 说实话 我这一局我还真认真看了 刚才就是从屏幕转过去以后 我一直在盯着每一个人看 然后我最后得来的结论是 他妈的 我也不知道 真没看出来 我觉得现在像这种直播局 咱们揣摸揣摸他们的心里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表现得优秀一点 别卡脸 所以说他们每个人都在刻意 在对对对对 不像咱们平时玩的时候 然后你如果注意的话 那个人没注意的话 你特别能抿出来这些人的身份 就刚才这些人 你觉得GY刚才是好人是吗 我觉得GY是狼 7号是狼 行 那我说他是好人 那我们说6号 我觉得6号是好人 那我说他是 我觉得他也像是好人 对对对我真不知道 首先我跟你说 就是一般闽人这块 好像天北的地方 像我觉得东北那边闽人是强项 然后越往南闽人这块 我到底是不是南方人呢 我是天静的 我实际上我真的不太会美人 好 咱们马上开始了 看一下 玩家整理好表情 3 2 1 天亮了 所以玩家放下手中面具 下面开始警长竞选 3 2 1 请举手 竞选警长的玩家有 1号 2号 4号 5号 6号 7号 8号 8号 9号 10号 12号 只有3号和11号 两名玩家在警下 下面请由 9号玩家开始发言 给你们时间自报啊 要快点 6 11 警会流 3 茶沙 我预言家 验3的心路历程 就不用我讲了啊 6跟11 两个警会流 警上的6 6号玩家闭眼前 好多人都说你有身份 所以准备验你 还上了警了 警下两张牌 一张是我的茶沙 另外一张进我的警会流 我预言家过了 10号玩家请发言 虽然很心疼 咱们的9号 童童小姐姐 但是呢 我觉得你不像一张 原家牌 因为你跟我说 你验了3 是一个茶沙 你的警会流 抛在了6跟11的头上 那你对6跟11的定义是 说6 这张牌 入业前 大家都明以身份不太好 你究竟是出于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没听清楚 你说出于什么样的角度 第一页没有翻这个6 我没有听懂 好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三张票 你一定吃不到了 警下就31两张票 那这个位置 你给11丢了警会流 总归还得跟他对对话吗 想不想吃这个警会 因为11不给你上一票 你是一定吃不到 给你上了一票 你只能进PK 你只能进PK 所以我觉得你的发言 故意简短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 就是可能心态有点不太好 所以发言导致出现了一些变形 我不会在这个位置 把你打得太死 但是我觉得你不像 我只能说你不像 我不能说你一定 拿不起 只能说暂时来说是不像的 我底下是一张好人牌 我先这位第二个发言 正好前之后有一个9 跳了一下 我只能简短地去 平息一下这个9的发言 听一听吧 我要听一听后绝的发言怎么样 就这样过了 12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9号童童小姐像炸身份的 我没有觉得她像原家 那KS在这个位置 他没有跳 然后呢 又点出了9号玩家的这个位置 这个行为吧 我觉得 10号偏好 但是9号玩家 是一个炸身份的 是不是一个狼炸身份 或者说是一个好人炸身份 我听不出来 我觉得她不是个预言家 反正我知道 所以呢 在我这个位置 可能坑位要打一下11号 打一下11号 我觉得11号 是不是可能是个坑位 这个狼坑位 我是这么想的 那上景人偏多 我也就不多捣乱 我也那个就退水了 我觉得前这位 Kz分析的还可以 像个好人 我是个好人 其他的没什么了 过了 12号玩家退水 1号玩家请发言 景慧留第一张去打12 然后第二张的话 我景夏吧 景夏去打12 景夏这张三 其实不想验 我先说一下吧 因为我验的10号 是张茶沙牌 那10张茶沙的话 他在这个位置 他直接跟说9啊 我觉得你不像张 预言家牌 你在这个位置 什么什么的 对吧 那有没有可能是 30张好人牌 9给3发茶沙 发错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 他且9号发言 确实蛮弱实的 12号在这个位置 去聊9圈蛮 我9起来之后 拿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怪的 我说你跟我汗跳吗 对吧 那9在这个位置 我希望你10张好人牌 听完我的发言 请你退水 那10在这个 因为10是张茶沙 那10 我通过10的口中 我能得到9 3 可能大概率都是好人牌 那为什么要去 基地上景慧留 去留这个12呢 因为12很怪 上来说 这个10是张好人 对吧 那你在这个位置 你觉得10是个好人 那你定一定3 定一定9啊 对吧 你打11是张狼 我先去验12吧 因为验了12的话 可能如果12是张好人牌的话 他去定义这张 景下这张11 且景下只有两张狼 什么 两张 景下只有两张牌 那两张牌的情况下 到时候我看这个11投票 和这个3的投票 我再去判定 验不验他们 那 景上一张12的话 那因为10是一张前这位 没有汗跳的狼人牌 那后这位大概率有人汗跳 那有人汗跳的话 那我仅会留先12后 我这个2如果更敢汗跳的话 那先12后5吧 先12后5吧 因为我觉得5号在那个位置 可能 先12后5吧 那今天10号玩家出局 过 2号好像怎么发言 哎不是 大哥这游戏是叫玩跳渊家的游戏吗 反正怎么还敢 不是 见11我劝劝你 这种兄弟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上头 兄弟我劝劝你 你怎么还敢跳呢 不是这局你还跳 今天第四局了 还是第一轮跳渊家 我给你说一点 你就乖乖退水 能退就退 不能退拉倒 好吧 就首先第一点 你说10是你的茶茶 OK OK 10是个狼 好吧 你说你认为10告诉你 9跟3都是好人 对不对 那11呢 哎不是 请下两张牌 3好人 你也觉得9好人 那11呢 11是9 执意要留进警惠流里的一张 几乎如果9跟你对跳 11一定是个狼 能听懂吗 因为他插杀了分 11一定是个狼 因为他执意要把11放几回 你不去验11 你去验12 你能是个游戏家 可以退吗 尊重我一下 好吗 给个面子 行吗兄弟 哎不给面子算了 哎哎哎 哎哎 不是我上井 我真是想问一下 其实我说实话 9号啊 你虽然发现 就是你说那个 要去验11那逻辑是不对的 那个10号也说了 但是我是真心真心真心 希望你查杀的3是个狼 你知道为什么 第一是我想 我想帮你报仇 对吧 他天天叨你 每次都是他要叨你的 真的叨你三局了 然后第二 第二是那个什么 第二是我想问一下 我想上井来问一下 就是我昨天晚上针对性的 特别针对的 对着这个3 还有这个11 还有8号的大哥 疯狂地演了一波 我想知道我有没有吃手刀 如果吃手刀了 我就演成了 我就演对了 哎我就能吃到这个手刀 说明定义错我身份了 好吧 我想知道这个事儿 如果没有 我没有吃到手刀 就当我放了个屁 好吗 就没又没演成 好吧 那就是多了不说 我也就说了你 你的问题了 我也说9的问题了 我觉得预言家 还是出在后面 在前面这两个都不认 好吧 我觉得1一定都不成预言家 9也都不成 但是我心里希望是3 一会儿能接一个双叉杀 好吗 过了 3号玩家请发言 4号玩家请发言 4号玩家 预言家牌 十一茶茶 然后景辉流 景上的话 我想去验一下 先不验景下 景下 景下十一是我的茶茶 那么3号牌 应该大概率 不会是双狼的格式 就是1号 不是1号玩家 刚才有一句发言 我不知道聊得特别奇怪 然后景下两张狼 我不知道 是你卖队友呢 还是干什么呢 1号玩家这个点 聊得特别的奇怪 可能是口误吧 然后那么12号 就前这位听家来发言的话 因为1号 1号牌发了一张茶茶牌 给10号 所以10号我不太想验 然后12号牌 在景上就点了11号 我的茶茶牌 是一张狼坑位 然后点了9号 不太像个预言家 所以我觉得12号 可能像张好人牌 我不太想去验一张 12号牌 那么我的景辉流 先去打一张2号牌 再去验一下后置位 的 6号牌 我觉得6号牌 应该不是个预言家吧 因为5号牌的开局 想告诉我 非狼即女巫 我就验一下6号牌 先2号6 11茶茶 过了 5号玩家请发言 给4号玩家鼓掌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 景辉流流2 4号金水 就 你在 我没想到你这个位置 跳起来预言家 发11茶茶 然后11的这个表情 告诉我 它是一张狼牌 所以我等着 平票PK 3号玩家上网一票 那 我没想到 这一轮出来 是我又摸 我又摸到了预言家 你前两轮摸到了预言家 但是你今天游戏体验比较差 我没想到 是你这个位置 出来 1 4是你这个位置出来跳 因为1那个地方 不是 你要是好人牌 你退下去 因为我觉得1那个真的拿不起一张 汉跳牌 因为你们两个总归要有一个退下去 不会两个人出来送 因为我觉得11是一张狼牌 3 现在大概率肯定不是一张狼牌 你们两个如果出来送 就1 9 11 这样打包 我觉得不合适 所以我觉得4这个位置 其实我说一下 为什么去燕斯 燕斯是因为上一盘的时候 他跟我对话 他说 听了我说燕几个逻辑点 然后他跟我说 他盘了1盘了3 都是狼 我觉得4号玩家 就一瞬间跟我 他拿低 就是他马上会进步很多 我觉得特别好 所以我就把这张4号牌 放了吃一张精水 但我确实没有想到 这个位置 他能 就是至少在我看来 思路是一样的 虽然2号玩家的发言是 前面两个预言家都不信 但是我为什么想 我本来我第一张警惠流 是一定打这张11的 但是我没想到 发了11 XX11那个表情的 给我的反馈 就很不屑 因为井下就两张牌 三是一张貌似 现在跟我对退 你们还不推对吗 那我就先暂时 把你们当两拉打 那你暂时就必须得上我一票 你是一张好人牌 11我就默认为 你是一张狼牌 这个狼坑就对上了 那在2号玩家 那个位置的时候 有一句话 我就觉得我特别要厌谈 不会 我演没演成功 你们是不是又砍了我 跟你拿第一盘狼的时候 发言如出一辙 所以2号玩家这张牌 我想翻掉 好吗 就是我井惠流 现在就打这一张 再有一张牌的话 我去验一下 19当中 有可能退水的那张牌 我是一张预言家牌 我昨天验了 41张金水 过了 6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6号玩家发言 这个女巫牌一引水 那我不知道你是一个 乱搞的好人牌 还是一个汗跳的狼牌 我觉得你的发言不像个愉言家牌 就是你的井惠流 我觉得流的也稀烂 那贤之渭三张跳愉言家的 9145 四张跳愉言家的 那四就不用说了 已经是个自己聊抱的牌了 这个 195 贤之渭这个2 评价说19都不像愉言家 其实我也觉得9不像愉言家 因为9你说 井惠流流我6 因为这几个大神都说 觉得我有身份 那 凭借你对他们信任 你认为我有身份的话 我就拍身份 我拍不出来身份就是狼啊 非身份级狼嘛 那你还要把警惠流 第一天流到我身上 我觉得 没有你平常拿出 愉言家那种洒脱的状态 那 四个 那我总归现在得信这个 五号牌是个愉言家 因为 四号牌是五号牌精髓 且说了 我要验你6 你6 应该不是个愉言家 所以说验你6 因为你应该 不是狼 就是个女 那我 我终于找到一个发言笔 我还要爆炸的 真的感动 今天你这句发言 可能全场最爆的了哟 那 我就想提出一个 就是 帮大家排排水 首先我不想藏身份 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板子里面 这个厂我也藏不住 那我索性拿了一张身份牌 就跳出来 我是一张女巫牌 一是饮水 那他到底是一个 自刀狼呢 还是一个乱玩的好人 由你们 剩下的好人大神来去评判 我只是把我的信息 提供大家 我还想说一件事 这个人真的没有素质 不是别的 刚才我在拿着牙签 一直在想吃一个芒果 然后试了好多次 没有吃成功 他当成我的面 把这芒果拿走 自己吃了 我这一刻 不会以你为坐标了 今天我自己就是坐标 我是个女巫牌 我觉得 井上我先不占扁 我这是女巫牌 总归不需要占扁吧 我是一张女巫牌 你们谁也打不动我 那我先不占扁 听个听后准备发言才说 总归不需要投票 过 其他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 我觉得一向认识九的 因为我觉得起身九的发言 在被这么多人打的时候 一这个位置起来 我觉得是帮九补跳的 但是我觉得一跳的 不能说更糟糕 但也挺差的 一你那个位置 当九起跳发三查杀了 他给警察查杀 你 你不跟这个九聊聊吗 你不说说这个九吗 你一在那个位置 根本就不把九当成一个 你憨挑对手 我觉得九跳的一个力度 他验三的力度 其实我觉得挺大的 因为三上盘把九刀了 那九不想说 但是 因为九去验三我是信的 但是你一根本就不了九 你全程跟九 你你眼里就好像 已经知道九 他会退水 或者你眼里就没有这张九 所以我觉得一九相认识的 我听了十的发言 我觉得偏好 我听了十二的发言 我觉得偏好 二的发言 我觉得他应该是长好人排 否则他说不出来 什么 哎呀你们能不能 能不能这个把你们骗了 什么的 那四这个位置 因为我觉得四五两张牌 一定不是在打配合 在打战术 那四这个位置 起身发十一查杀 当时四起身发了十一的查杀 我觉得十一是有点慌的 因为十一接到四这个查杀 在我这个位置 因为我当时是想把四认下来的 那十一被四查杀之后 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炸对了 那五这个位置跳个预言家 我觉得五应该像那个真的预言家 那现在九和一都不退水 那五也不退 那大家都在井上 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们从 我们至少能从这三个人里面 找到两个狼人 这个六 一你肯定退不下去了 你是一张饮水 你如果是张狼人牌 你也别退 你就刚着 然后无非就把你出了 好吧 六十张女巫 这些位置盘完之后 还有一个位置就是 那井下还有一个三 如果定义十一是被 四查杀炸对了的情况下 因为井下一定会开狼 因为三和十一在井下一定会有狼 那还有一个位置就是这张八了 那所以一九 三十一里面出一狼 和这张八 当然我不知道我打的位置对还是不对 我没有听到八发言 就说这么多吧 好吗 你们现在都没人退 那就不退 过了 虽然把我盘进狼坑 但是我觉得他对二的评价 是公正的 我觉得二 就是只要是一是狼啊 无论一什么身份吧 二都不像一批狼 对不对 二人家什么三八十一的这个骗刀啊 甚至一二人家你给点面子 那种发言不太像狼啊 而且他的逻辑说得挺清楚的 说一二人家你这种跳 不是在我们这行 就是逻辑不太成立的行动跳楼 对不对 不是说你眼里有没有九 这张牌 我倒觉得你主要是吧 验的这个十是一批狼吧 然后你说十二保十了 十二你要验一下 往往是这样的 假设你真是一只十是一个狼 你一定不会认为十二见过十 没有这样发言的两个狼 反而你会可能觉得十二像好人 而二人家提到你 如果你认为十二好人 一定会 因为井下有十一跟三嘛 你都不提 你就是 你是假设你真是一个 因为小丛阵的女巫 你是一个饮水 我不太希望自刀 因为盘起自刀就麻烦 你是一个饮水 跳了 跳了现在原家 没有退 有可能是骗了解药 确实有了可能骗解药 我知道我是一个好人 你的逻辑呢 比如说从我这角度里看 一 九 十一 三批狼 我排的二 那个四是五发的金水 六刃的女巫 我知道我好人 十不太像一同伴 十二同的好人 咱俩 连你啊 就是我真心觉得你对二的评价 像一个好人 但你我现在没排了 因为我也没凑齐四批狼 除非 彤彤和这个AK 使这种比较凶残的招数 只有这么一种招数 也许能凑齐 但是我确实是一个平民 十二 这个就是真正十二的一个发言吧 实际上十二的发言在第一天 这一排里 没有 他 我为什么排的是好人呢 因为我听着十像好人 他张嘴就说KS像好人 这个逻辑上 我觉得十二像好人 但我并没有把十二排干净 实际上十二这张牌啊 还需要再有一轮半轮的发言 但是我觉得四十一个 不是预言家 敢去炸十一身份的这种玩法呢 因为要是我坐在那平民 确实 因为我给他金水了 我没有踩的道理 但我坐在那里真不太敢 因为前面跳得多 我一般不太 跳得多吧 我的任务 先别站错边 是吧 八王家 你看你在井上 哪是女巫都不敢站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看那轮吧 就我一票没敢投 那时候真是有点 还没有确定五跟一谁是预言家 我这轮觉得五相预言家 我没排了的人呢 就是 他们认为狼咽的狼 咽的那个狼 还有那个十二和七 当然十一啊 还有一九啊 都向狼 他得说清楚了 真是一片 一号玩家自爆 昨夜平安夜 十夜进入黑夜 天黑请闭眼 一号玩家太坦了 建一轮吧 对 银水还是活泼一轮 对啊 永远是第一轮的轮次 就是没人推就推他 没人独就独他 然后 我跟剑十一 我跟剑十一玩这个游戏就是什么呢 你发现他不在狼队 你第一天就砍他 女巫真的有可能不抬的 你砍别人女巫一定抬 但你砍剑十一 女巫得掂量掂量 所以我一般当狼 我都砍他 我们刚刚都觉得狼坑特别特别明显 感觉狼就快招牌了 我刚才想了一下 一三七十一 还有谁来一张 一三七十一九 对对对对 就这五张牌里边出四个狼了 这是我当时盘的 我们因为你对八号玩家了解比较多 你觉得他像个好人对吗 那我们我们觉得 我们对七号玩家了解也比较多 我觉得七号玩家也像个好人 感觉这样排位置 那我们排一排一三九十一 好吗 我感觉是一三九十一 现在去天然狼杀点一下 去天然狼杀点一下吧 一三九十一 那咱们也成大神了呀 三个人十一都没发言 已经进入狼坑了呀 挺好挺好挺好的 挺好挺好 因为警察发现都像好人 对对对 另外第一个就说 觉得一像个狼 在女巫抱了一英水之后 他坚持说一是个狼 对 好让我们看看 是不是一三九十一 好吗 所有玩家整理好表情 三二一天亮了 所有玩家放下手中面具 仍在井上的玩家请举手 五号玩家自动当选井长 昨夜 六号 十一号玩家死亡 请井长选择井左或井右 开始发言 七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这个八我能认下 我觉得这张八应该是张好人牌 因为他打的位置跟我差不多 他有一个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我找不起四郎 因为除非 除非盘九三 九在这边呢 刚开始 他就想 炸身份 那 因为我觉得九这个位置 他汗跳是比一要好的 但是一他自己是自刀的 所以 现在九退水了 因为我现在不能把九打死 因为毕竟九退水了 但是从状态来讲 从一号自暴的那个状态来讲 我觉得九个我的反馈不是特别好 然后 包括三号 以及十一号 反馈都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需要再听一轮 但是其实外置位都能 差不多都能把好人认下来了 因为这个一是个自暴的 自暴的他查查了十 那十应该就是好人排 那这个二也说了 他为什么是好人 四是五的金水 这个八的发言 我觉得我能认下来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认下我 那排位置的话 就是三九两个位置了 以及这张十二 再摘摘的就是十二 那现在我觉得九 应该是张老人排 三和十二里面 有可能出一张 那如果我们盘景下两郎的话 那就是三 十二就跳身份 因为我觉得已经 已经 因为我觉得十一应该是张老人排了 我们盘这个游戏 它井下一定会有狼 所以十一的狼面也比三大 因为毕竟三是在井上被九茶杀的 所以 大概率现在是走了两张老人排 走两张老人排的话 我觉得十二这个位置 你要有身份就跳 跳之后就明了 因为我们 因为我玩这个游戏都是先找好人 打好人都找齐了剩下就是狼 所以现在我保不下来的是九三 还有剩下小该率是狼 那张十二 这个八上轮一发言 我觉得那真的是好人了 他跟我打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我们也有同样的顾虑 就是找不到 第四张老人排会开在那 我一定是张好人排 您让我这个位置发言 我也不知道你验的谁 可能你也能验出狼了 你这个位置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验了九 好了 我先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对 那是这么说 我看样子排七第一天没有排错 现在啊 就是因为九也在井上 它那会死不退呢 也可能有张神牌 就是 真的就像七说的 需要 如果九 是成牌就拍呗 不太容易输吧 四认识 二玩家对一的那个逻辑判断 是吧 不提的那个角度 我们都说像好人了 现在就是AK了 你发言 只要是好人 我为什么我当时第一天 觉得十二像好人 我就说清楚了 因为他张嘴说十好人 我听着十不像 我自然会先排一排的 但是后面好人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我自然会怀疑到十二 如果真是三九十二 得有两匹狼 你看一爆了 那大飞肯定是被毒了 不可能 他认得女巫 可能被砍了 就是 大飞不是狼 他们就是三匹狼 甚至是拍不出身份 就可以投 拍出身份再说 还有预言家在后面 可以告诉我们第二页 过 九号人家请发言 我拍不出身份 但我不准备出局 我是一张名牌 是因为当时我没有退水 是因为四号在发言的时候 我觉得四号在汗跳 四号的发言呢 说着说着 你前面呢 我都没有觉得你一定是在汗跳 说着说着 对着六号说 你应该不是个预言家吧 我就想汗跳 这给自己说崩了 所以当时我觉得四号在汗跳 我觉得四号在汗跳的同时 五给四一张金水 我当时觉得四跟五都是狼牌 所以那个说我一定不会退水的 虽然一在我这发言 并不像一张预言家牌 我觉得一张预言家在后边 后面就一直在听你们发言 也没有想退不退水这事了 我自己不是一张狼牌 如果我是一张狼牌的话 第一天的饮水只会是三号玩家 而不是起来给三号玩家查杀 之后 至于三号玩家是不是一张狼牌 我不知道 因为我给了三号玩家查杀之后 一号玩家在那个位置起跳了 且 他留的是谁景辉啊 十二 是吗 说觉得十是一张查杀 说十二还不好 要去验十二 这是当时一号玩家说的 我不知道飞哥走了是不是一张狼牌 我自己不是 之后呢 你们两个的发言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八号玩家像一个好人 七号玩家我不确定 因为八号玩家 你给前面人的发言呢 是非常公正的 包括你说虽然七号玩家挺多观点 你当时是认同的 但是他你没排了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张狼牌 我听你不像一张狼牌 那是一张女巫牌 现在五号玩家做定一张预言家牌吧 那七号玩家这边就是一个肯位 所以七号玩家在我这儿是排不了的 十号玩家我在听发言吧 我跳完之后呢 还有一种逻辑就是 我跳完之后 你有可能是一张狼牌 一号玩家给你做身份 已知呢我给的那张三号玩家就不是一张狼牌 所以他给你一张茶沙牌 这样做身份 这也是我可以想到的一点 但我不是一张狼人牌 我会听完发言就决定投票的 反正你有艳人又有景辉 我觉得挺容易的 过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你的标选呢 不是特别的过关 因为你还聊到了我这张十号牌 你认为一时存在两郎的格局吗 因为两郎的格局的话 一定不会 一不会来做我的身份 而且应该我去做他的身份 对不对 而且 我是个狼我一定不会让他自刀 就定了这个六凯啊 六白天都说了不在狼队 就是个女巫 砍他就完了 就非要自刀这个人 我觉得你表水不过关的地方 是你没有把坑给盘齐 那请这位你认为八像个好人 八呢又认为 现在也认为七可能 大概就会是个好人 他们唯一的一个忧虑 或者说一个疑虑点 是坑可能不是那么齐 逻辑面上面不太想 直接把你们三九 把和这个一时一 直接盘到四郎那个格局里面 那你想认为自己是个好人 那你就认为八是个好人 那你把这个疑虑给他解一解 解一解你为什么是个好人 剩下的狼牌出在什么位置 你这个位置还要告诉我 十一你不知道是什么 你总共你得 认为十一大概是一张狼牌出去的 因为要不然你要把外聚 哪些牌打到狼牌呢 因为如果十一是个好人 一是一张狼 你外聚还要再找三张狼人牌 你要把自己身份摘出来 你这个位置 你就得把三给干进去 还得把十二给干进去 还得再找一张啊 还得再找一张 你的发言让我告诉我 好像你要想在七十里面去找一张 你对那个二也没有任何的评价 所以我觉得你不好 你应该是一张狼牌 那你的发言啊 就是一的那个发言 因为四老其实在井上跳的时候 他也提到一点 你好像说了一句 什么井上两个狼那个东西 我在想是不是真的就是 一三九十一 我不确定 因为十二总归 你成为了一个偏 这个时候你成为了一个偏盲区的一个点 那你有身份就跳嘛 没关系的 我是一张平民牌 七八在那个位置也没有跳身份 我觉得大概可能也是平民 有时候后织你们神牌居多 你们就跳吧 就跳嘛 因为轮次我们一定 我觉得一定领先 哪怕十一是个好人 我觉得我们也领先 而且我还 我还拿着井灰 今天十一哪怕是个好人 假设 那么百分之一的可能是个好人出局 我们今天就一推 好像三张狼牌 你告诉我五号 饮料老师拿着井灰 推不到一张狼牌 可能吗 这unbelievable 对吗 就不用想那件事情 我记得他整个就打了二 你至于发言时间 二应该是一个精髓 这个发言程序 那就这样 15号推人 过 12号玩家请发言 猎人 饮料老师拿着井灰以后呢 不仅能找到狼人 还能在一轮的时候 饱出两个精髓来 这个是最厉害的 你是 好吧 我觉得 我说一些实话 我觉得9号应该是狼 就我井上所说的 我觉得9号可能是井上 是不是查查自己狼同伴 做了一拨身份 然后我说了 9号不像预言家 像是一张敏身份的 但是我说了 是好人敏身份 还是狼人敏身份 我没听出来 这是我说的 那现在格局前之位 七合八说 我听了还行 两个人发现像好人的情况 两个人像好人 那两个好人 我认为的好人牌 就是说找不起狼坑了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 三个九之间的微妙关系 出现问题了 所以坑位一定是这么挤出来的 我是张猎人牌 那我跳身份 我盲区点没关系 这个位置刚刚正好完美避开了 我是张猎人牌 其他的就没了 我觉得这轮 饮料还有一件人呢 对对对 还有信息 对对对 然后再保两个人 我觉得这把 还能不赢的 我看这个东西 真的是 我够了 那保个发言吗 我够了 猎人 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能说哪个话 可以 我现在可以说吗 等会儿报个卖 可以吗 没什么 这样就是 报个卖 没有简单一点逻辑 就是三九 要是复杂一点 有很多这种复杂的东西 因为你们所有人都告诉我 茶人只剩两狼了 对吧 你们没有去考虑 三狼的可能性 因为你们要记得 这个十一的茶茶 十一的茶茶 是四宝的茶茶 然后你们要记得 这个五呢 是顺着四发言的 五给四报了金水 是四给十一报的茶茶 五认为十一是一个狼 四要先验我二 五跟着四先验我的二 所以就是天天 如果你是个语言家 你别让这个五穿你衣服 那你要不是语言家就算了 因为我想的比较复杂 因为我也觉得 有点狼坑不太齐 如果你是什么 就是你听着五像个好人 你把衣服接他穿 万一他是个狼 要血亏的 那如果不是就算 没了 狼队选择交牌游戏结束 村民阵营获胜 本局狼人为一号 三号 九号 十一号 女物为六号 渝言家为五号 恋人为十二号 白之神为二号 我最想的 三号 不可以的 我一样 你真是怕的 你不怕 你不怕 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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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之神 一三九十一 其实 你不明白为什么狼要交牌 其实真的没有位 就狼交牌真的没有位置了 唯一扛推十二 是一张猎人牌 而且冤家手握验人外 带一张警徽 扛推的就只有二和十二 二被验了 七八警察都做不成狼了 就是七是第一个警察 打一是个自导狼 在女物报了一饮水之后 然后他打一九可能共面 八是认下来七是个好人 也打一九是双狼 所以七八都抗推不了 只能是抗推十二跟二 二被验了 十二是个枪 就没法打了 最近我觉得交牌挺明智的 对 其实有时候 对 交牌挺明智的 乱明老师觉得呢 这一局 对 这就好像你刚才问我 一个问题似的 我们BK的人 为什么这么快就交牌啊 怎么样的 的的的确确 再往后边走 就是垃圾时间了 你看 我看很多咱们弹幕上的 这些网友们也在 第一天的时候 不不不不不 1391说的也挺准的 就是这样 实际上这个游戏 还是一个新发言的游戏 你最后狼还是 狼发不出好人眼来 好人一般也发不出狼坑来 大概这局 也没什么要说的 基本上好人跟坏人的 这个 好人跟坏人的这个 发言差距 还是挺大的 最后三没发言是吧 AK没发言 直接交牌了是吧 打住狼坑啊 现在晚上女巫 毒了一个狼 所以基本等于交牌了 除非女巫 毒错一个好人 还有得打 女巫毒了狼 第二天起来 他们就剩两个狼 九是在扛退位的 三也是 就是打入狼坑一张牌 就基本没法打 他们我觉得第二页 落女巫 还有一个考虑 就是觉得女巫可能不会开毒 否则没必要先去落女巫 直接落预言家就好了 他们觉得可能女巫 觉得不是自己开毒的轮次 我现在再等一轮 可能闷一瓶毒 所以奔着女巫刀的 但是 刘小松还是很牛逼的 对吧 毒对了一批狼 可以的 不会啊 你们现在 如果我是六 我也会读十一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圈发言的时候 包括玩的好的 和玩的一般的 那些大神们 不都说十一是狼吗 那你们说十一是狼 那我就读了呗 对吧 读错了也不是我的狼 对啊 我是抱着一个谦虚 和学习的态度过来的嘛 对吧 然后我学习你们之后了 结果是好的 那是 那是在你们的引导下 如果说结果不好的话 那也就是 是吧 那怎么那锅 是可以甩一下的 是不是 我们打了四局 这样我们打了四局 就观众觉得 一二三四 分别是四把 观众觉得哪一把最精彩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第二把最精彩 第二把大宝空刀 那一把最精彩 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让我学到了 六层逻辑 六层逻辑 对的 我今天就在天天狼沙 实习一下 先空刀 先空刀 可以可以可以 让女巫假装 我们没砍人 你这个说实话 你天天狼沙空刀的话 你必须得四个人 四个队友买狼 对对四个队友 你要带一个路人都不行 你三个弃拳 另外一个人 绝对砍出去了 你信吗 对大家都不能 都要点弃拳 对大家都要点弃拳才可以 形成空刀模式 不是啊 可是刚才那个大宝 不是说他和饮料 两个人买狼 就能进行空刀吗 那别的狼 也是挺配合的呗 那那他们怎么在夜里 他们怎么交流呢 我们打算空刀 然后你们配合一下 能交流吗 这个是 这个就是一个 不是 这就是一个六层逻辑 玩家的水平 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 对呗 就意念 我们俩空刀了 然后吃 两个人点七拳 另外两个狼 都有心领生会 心领生会 巴直接点七拳 然后空刀了 对吧 今天其实我觉得 讲道理第一盘 真的蛮精彩的 我觉得第一盘蛮精彩的 打的狼队 其实挺厉害的 我觉得今天 按照正理来说 我觉得第一盘是最精彩的一盘 对 乱民老师觉得呢 对 只有第一盘是狼赢了 对吧 对 就是狼赢了的话 狼队一定有他的出彩之处 不可能这个狼赢了之后 都是一堆平民抗推 一堆平民论发言 一定不是这样 一定有狼队他们配合 或者是某一位玩家 就是在场上 以一个好人视角 拿别人扛推 就是他的发言 一定是有精彩的地方的 我觉得第四盘主要都是因为好人都上井了 多发一轮眼 表一轮水 身份都被做起来了 两个狼没上井 就还没上井 就已经被打入狼坑 就很不好盘了 对 因为第四盘 其实位置 就像我们说的 位置也特别的明显 这盘我相信观众朋友们 也没什么好复盘的 因为观众朋友们 也能看得懂这一盘 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再多说的了 这一盘最精彩的 其实是我跟杨总都说 是两个狼 我觉得最精彩的 就是我们打脸了 我觉得外哥是个狼 我说六七是双狼 我觉得这是最精彩的 其实我们老师 对吧 现场提问 他都会给你们解答的 他们的水平肯定是要高 高于我很多档次的 我来这儿坐着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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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韵小姐姐 你对今天的想法 你又怎么看 你看了就是 上次也解说了 超级星期日 我们这次看了第二 第二版 第二次 超级星期日 你觉得就这两次 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观感体验 观感 是这样 我觉得现在啊 就是 通过这两场的比赛 你看 现在超级星期日 已经有三场了 对吧 就稍微跟第一场比起来 略微平淡了一些 并没有那种 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就是 看着 一天四神 一天四王这种 但是实际上 我认为 就是第二场和第三场 更是我喜欢的那种 就是像 BK总决赛那样 就是 你 你 你 颠峰对决 怎么着也好 玩之后第一天 找四四景 第一天找四飞的那种 实际上 说实话 这个游戏玩到那种程度啊 也就 不好玩了 真的 真的不好玩了 真的不好玩了 而且我 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呢 就是 你如果说 作为一个狼人杀的玩家啊 在一开始 你进入狼人杀的时候 你真的要先练 表水 无论是 你抓着什么身份 一定要先练表水 让大伙认为 你是一个好人以后 你才可以走下一步 比方说你 你 闽人啊 或者说是 那个 爬逻辑啊 因为表水是最简单的 如果说你连水都表不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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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下一步 我感觉就是 没学好走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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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跑了 我感觉我们狼人杀戒 最会表水的 我觉得应该是 王宝宝 王宝宝 我帮你们真的看了一眼 我 很寒心 Y哥 Y 这是一个令人寒心的消息 Y哥怎么了 当你们 在弹幕上刷 想看JY的时候 我 立马 走了 OK 我 我说完最后一句好吗 我 立马 给你们去 把 JY老师 请过来 然后我发现 他 真的哥了 Y哥 还是哥 还是一样的 还是熟悉的哥 还是一样的哥 我觉得你们也应该熟悉了 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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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没竹子了 好吗 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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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哥了 小卷 真的哥了 好 那么咱们现在 超级星期日 第三场的比赛 四局比赛 都已经给大家 播出完了 然后呢 咱们现在要感谢 天天狼人杀 感谢JYC俱乐部 当然呢 也要感谢我的老东家 不是 我的现任东家 Best Killer 然后咱们下一场 应该是9月3号 带给咱们 就是下一场的 超级星期日的比赛 大家记住时间 仍旧是9月3号的 8点 晚上8点 就老板让我说 两个新词语 一个叫天狼俱乐部 一个叫天狼学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猜中了也没有讲 他就说出来 让你们猜一下 大宝老师要讲什么呀 好 大家就先 就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吧 天狼俱乐部和天狼学院 大家可以先从字面上 去猜测一下 大家如果就没有看到 之前的比赛 都可以在 ilgili搜索天狼 Cath 那 观看我们的上次比赛 OK 那么 还有我们的幕后采访 就是特别有意思 特别精彩的 就 嘞嘞什么 AK老师为什么 抿耳敏的那么准呀 还有什么 大宝老师为什么空刀呀 什么的 就狼耳廈星教学 哎你們 别退订啊 别退订啊 然后现在为了不让大伙退订 我现在可以以我尽我所有的能力 我能满足你们一个愿望 当然我只要是满足不了的话 那我只能说我能力不足 是什么 来大家有什么愿望 就惯着他们 牛逼你们退订啊 牛逼退订这回 牛逼你们就退订啊 你们退订啊 对反正不是 反正不是我们的直播间 不是你们还退订 就惯着的 就惯着毛病 退订啊 你们就退订这直播间 来就这个直播间 退订他 敢吗 你们不敢的 对大家退订这个直播间 以后可以去我们的大宝直播间 来你直播间放入了 点点一波关注 去我直播间点一波关注 对不对 直播间都点退订啊 去大宝直播间 双击订阅 怎么还 这这这这外跑了 这外已经跑了 回去了 老明天狼 谁反而 我也想谈两码 你们是不是很生气 很生气 你们去我的直播间 送点礼物呀 对不对 这狼真的不好 我的我的直播间 送礼物可以 就可以免费骂我几句 我不会还嘴的 真的 你们退订大宝直播间 不得先找着他的直播间吗 你们不得先订阅吗 有一句弹幕说的是真的对 他们也就敢退订我的直播间 真的就欺负欺负我脾气好 你们敢退订这一吗 你们不敢 哎 双一大宝直播间双击订阅 双击666 对不对 你们也就欺负欺负我 你们也就欺负欺负我 需要那边去到我直播间 好吗就行了 哎 伯伯队 所以说 哎呀 他妈的你能不能排票 不是他那在干嘛呢 我就 是吗 还没关播呢 你不要这样 他们都以为你喜欢我了 这样 我还以为打不打赞 怎么 哎 倒播呢 怎么还不关啊 快快快 聊会儿你就说一下 你跟他说一下 不要 聊什么 聊什么 什么聊